有没有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做得过 跟你的心那个 做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你心爱的 跟你心爱的男生就是说 一起玩啊 特别做一些就是特别羞羞的事情 那叫春梦 春梦啊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和你的喜欢的男生 你暗脸的男生就是 做一些羞羞的事情嘛 羞羞是啥子 就是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是吧 想一会儿啊 还真没得喜欢这男生 没有吗 那那你觉得就是说 打个比喻啊 你转过来看到我 你觉得就是小马哥今年二十四 暑期本命年 二九四年的 然后那个你看小马哥哥有没有就是 打个比喻啊 你要是要说出对象的话 你看我有这有机会吗 二十四了 啊今年二十四岁 哥哥就是有车有房 哎不要暴露我有马 沙拉迪啊 你有眼的关系 我喜欢你 对对 不是我就是那个什么 九三年 哦九三年 有有就是打个比喻嘛 有没有机会 好大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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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是吧 你咋知道我大呢 年年我都高耶 你好微笑 九九九三年的大吗 九三年都二十四了呀 才二十四大吗 我的天哪 是二十四岁的男人 真是儿历之年 真是有社会阅历的 知道不 二十四岁的男人全是 激激向上的 是不是呢 兄弟们 试得给我打个四篮 二十四岁的男人都有钱 嗯 是不是呢 兄弟们 试得给我打个四篮 以上的 知道吧 二十四岁以下的小男人 根本就不懂啊 这是实话 那純粹就是 他真要跟你约跟你一起玩 純粹就是说白了 就是为了想开一台新车 新车开了之后 他发现这台车 只是国产车的 就开的不舒服 动力不强 他就换一看 换一台进口车去了 不是 二十四岁以下的也很厉害 二十四岁以下的身体也特别 二十四岁以上 经验更丰富 知道吧 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哪天遇到一个新型男生 把自己这台车 是没遇到吗 没遇到是吧 我有机会没有 你就给我说实话 没得机会 为什么呢 给我一个原因 我不喜欢你啊 我打个比喻嘛 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不喜欢呢 就是因为颜值 还是因为什么 都不喜欢呢 是我长得太丑了吗 说实话 要是我那个少的 没没关系 你尽管扎我 你要不扎我 我跟你急 快快说 说实话 我在做真人秀节目 你问他吗 我不好意思 我也是猜穿的 看到 我是一个灵魂鸽子 今天我虽然长得丑 知道赵船吗 知道黄渤吗 知道孙弘雷吗 他们长得好不好看 知道王迅吗 不知道 都不好看是不是 但是他们却很优秀 一个长得很丑的男人 都长得很 都是非常优秀的 知道吧 包括我 马云知道不 长得帅不帅 不帅 不帅是吧 你喜欢马云吗 我不喜欢 来 握个手 再见 哇又出汗了 我都添了好多水碎 哎哟哟哟 我都湿了 你还要打我拳头 哎呀 都看 再见啊 再见 祝你那个什么 越长越漂亮 记住 胸越长越大 屁股越长越翘 拜拜 走开拜拜 你埋头我长得走过分了 嗯 小心